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美国新闻 我是刘成 首先来看一则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来说非常不利的消息 那就是川普的私人律师克恩握有他付钱给女伴的录音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川普的私人律师克恩在与尚未踏入政坛前的纽约房地产达亨川普 讨论如何付钱给花花公子年度玩伴的模特凯伦·麦克道格时 偷偷录下两人谈话内容 麦克道格表示曾经与川普谈过长达9个月的地下情 川普与幕僚曾试图透过金钱利诱等手段 禁止他对外泄露这段逃色恋情 他在今年2月接受纽约客杂志专访时说 与川普在比佛利山庄酒店发生关系之后 川普主动表示要付钱给他 纽约时报二世报道称 知情人士透露 克恩住处及办公室 今年4月遭到联邦调查局搜索时 与川普讨论麦克道格封口费的录音档 被调查人员带走 报道指出 科恩录下与川普这段谈话的时间点 是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 川普律师朱利安尼对纽约时报证实 川普确实曾与科恩讨论过如何付钱给麦克道格 录音档全长应该不到两分钟 但朱利安尼表示 后来这笔封口费并没有付成 他说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 这是非常有力的辩证辩论证据 朱利安尼说这段谈话内容显示 川普势心毫不知情 科恩律师则拒绝表示评论 到目前为止 川普对于麦克道格的地下情说辞一概否认 再来看一则来自白宫的消息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宣布了新的学徒政策 让美国公司为员工提供工作技能训练 来自台湾的富士康 与众多美国公司在白宫一起宣誓 表示支持这项政策 7月18日下午 川普总统在白宫东厅 签署了建立总统全国劳工委员会的行政令 而这个委员会将由川普总统的女儿 总统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掌管 美极开会一次 川普总统说 这个政策将鼓励美国企业提供学徒的机会 提供学生以及在职员工学习和提高工作技能的机会 让他们能找到更满意的工作机会 川普总统开玩笑说 这个计划的名字跟当年让一举成名的电视节目《学徒走红》一样 有24家大公司星期四来到白宫出席行政令的仪式 同时签署一份向美国工人的保证 保证会提供员工训练 出席的都是美国大公司和行业协会 包括航太工业会 美国旅馆与住宿协会 美国卡车协会 美国建筑商协会 联邦快递 通用汽车 IBM 洛克希德马丁 微软 雷神公司 沃尔玛等等 引人注目的是 在这些美国大公司当中 有从台湾来的富士康 代表富士康来到白宫的是 6月28日才跟川普总统 以及鸿海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 一起参加富士康 威斯康新州新场破土仪式的 富士康高级顾问 克里斯多福·莫多克 莫多克是富士康在美国雇佣的 第一位员工 川普总统一一介绍公司代表致辞的时候 还对在场的威斯康新州州长沃克说 你还记得富士康的人吧 莫多克在致辞时表示 富士康正在兴建 将过去30年来都没有的产业 带回美国 也就是高端电子制造业 他说 我们正在江浙带到威斯康新东南部 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我保证提供 给在威斯康新州的美国人 13000个有在职训练的工作机会 接下来看一则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谈新疆问题的消息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将首次举行 一再推动世界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谈 国务卿蓬佩奥周四 接受美国之音 驻国务院记者的专访 谈到缅甸罗兴亚人的危机 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 以及藏族佛教徒和俄罗斯 在东乌克兰的活动等紧迫问题 蓬佩奥说 国务院将宗教自由视为其工作的重心 宗教自由是所有工作中优先考虑的事情 在亚洲这些地方也是绝对没有例外的 在谈到维吾尔族穆斯林和藏族佛教徒 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问题时 蓬佩奥说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是令美国关注的国家 我们知道宗教自由在世界上 很多地方都面临危险 而美国与许多国家 包括中国都有广泛的复杂关系 从经济到军事 再到政治方面的问题 美国将宗教自由视为基本人权 这是我们与每一个国家会谈中 讨论的非常关键的问题 当蓬佩奥被问到 中方称有些监控项目 是为了防止恐怖袭击 他怎样看 蓬佩奥说 对此他不想评论 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措施 确保其公民的安全 但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能借机穿着反恐调查的外衣 迫害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不应受到反恐调查的牵连 两者该独立分开 每个人都有其作为人的尊严 应当能够按照自己所愿 追随某种信仰 他们若选择不信任何东西 那也是他们的自由 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或宗教活动而受到政府的惩罚 当谈到俄罗斯指使的一些武装力量 抢占乌克兰东部地区 少数民族的宗教建筑 以作为军事设施的问题时 蓬佩奥说 他有看到过相关报道 这些行为从来都不可接受 这违反了关于国家使用宗教设施 保护武装部队的种种前提 川普总统明确向普京总统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种种活动 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本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已经是非同寻常的强硬了 美国已向乌克兰东南部的乌克兰武装力量提供支援 而奥巴马政府曾一再拒绝提供帮助 他认为这些支援能为2019年乌克兰大选的成功举行开辟空间 他也强烈希望该地区的冲突能够水到渠成得到解决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人民作出承诺 并希望致力于支持他们的意愿 再来看一则在美华人学历造假的消息 这名前谷歌员工起诉他的华裔老板 称后者不但学历造假 还谎称科技成果 将这名员工骗出了谷歌 加盟自己的AI创业公司 在他要将这名老板告发时 被强行辞退且被暴打致残 被起诉的这位华裔老板名叫李浩 看简历完全是称得上精英 现任南加州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 也是该校视觉与图形实验室主任 2009年博士再读时 参与开发了首款无标记的 性能驱动性面部动画识别系统 并因此获得了当年的最佳论文奖 2013年当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 评选的35位35岁以下科学技术创新人物 2015年获谷歌学术研究奖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被打员工在向美国洛杉矶县高等法院 提交法庭文件中指控 其前雇主Pinscreen公司造假 除了技术造假 这名员工还称Pinscreen投资人 把其手动绘制的头像 说成是由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 最终使其公司估值1亿美元 庭审文件中称 就在他要离开时 李浩和其他三名Pinscreen的员工 在李的命令下围住他并打了他 还强行打开他的背包 并拿走了工作笔记本电脑 李浩在收到诉讼后辩解 解雇这名员工是因为 他工作效率低下 他也否认了图像造假和打人的指控 再来看一则事故消息 美国密苏里州著名的观光名圣 朱石湖Taborak Lake 19日傍晚发生了船难 一艘载有31名游客的水陆两用的鸭船 在暴风雨中翻覆 20日中午已找到4名失踪的游客遗体 这场船难共17人殉弹 密苏里州的高速公路巡警佩斯说 这起意外有14人获救 其中包括4名大人 3名儿童受伤送医 有2名伤者情况危急 搜救人员20日清晨 已经找到13具不幸殉弹的遗体 20日中午则也找到了 其他4名失踪遗体 事发时 坐在翻覆的鸭船附近的另一艘船客 勒斯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狂风一吹巨浪掀起 满天都是被风吹起的残骸 她说男友贝尔在湖水中看到有一名女子 赶紧把她拖上船做心肺复苏 不过刚好急救难船也抵达 另一位急救人员接手了救治工作 翻覆船之所属的瑞普利娱乐公司发言人说 该公司正在协助有关部门进行救援 她还提到 这是布兰森地区旅游40多年来第一次发生事故 川普总统20日也在推文中表示了哀悼 并向殉难者家属朋友至上了深切慰问 在密苏里州定居20多年的华裔州女士说 布兰森地区是密州的观光圣地 除了可以搭鸭船外 还有很多的音乐歌舞场所 几乎密州人都会去搭鸭船赏湖景 自己也搭过这种观光船的州女士说 很难想象平静的湖水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美国新闻 感谢收看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掌握世界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 期日后 闭主